除了土著凯尔特人和罗马移民的后裔以外 现代英国人的新祖 还有一部分是从西欧进入到不列丁的安格鲁萨克逊人 安格鲁萨克逊人入侵不列丁的历史持续了至少150年 事实上,在安格鲁萨克逊人到来以后 英格兰的说法才开始出现 他本意上指的就是安格鲁人的土地 公元五世纪开始 随着罗马人离开不列丁 大量日耳曼人随后开始涌入不列丁 英国最早的历史学家彼得 把这些进入不列丁的日耳曼人分为了三只 即来自日德兰半岛的安格鲁人和朱特人 以及来自现今德国夏萨克逊一代的萨克逊人 而我们所说的安格鲁萨克逊人 便是这三个日耳曼部族的后裔 虽然不列丁人与实施劫略行为的安格鲁萨克逊海盗 进行了多年的抗争 但永久性征服不列丁的却不是这些海盗 而是那些被雇佣来保护英格兰的安格鲁萨克逊雇佣兵 根据彼得的描述 公元449年 英格兰南部一个名为沃提根的不列丁人首领 雇佣了安格鲁萨克逊人 亨吉斯特和霍萨两兄弟所率领的军队 用来抵御北方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不断欠饶 之后也许是因为闪金或是土地等问题上的分歧 这批安格鲁萨克逊人随后转而以不列丁人为敌 并于公元455年与现今的英国肯特郡建立了可能是不列丁历史上的第一个 安格鲁萨克逊王国 肯特王国 与肯特王国的经历类似 其他安格鲁萨克逊雇佣兵来到了英格兰以后 不仅驻扎在此 他们还积极拓展了自己的营地 并吸引到了更多的同类到来 这些不断涌下英格兰的日尔曼人 通常以各自部落的军事首领为中心 其中属苏塞克斯王国的缔造者艾尔带来的人数最多 苏塞克斯王国大约建于公元477年 他也是这个时期 安格鲁萨克逊人在不列丁建立的众多王国之一 而面对安格鲁萨克逊人在不列丁势力的不断赚大 生存空间受到几张的不列丁原住民 自然也是奋起反抗 这些反抗故事中 当属亚瑟王的传说最吸引人 相传亚瑟王 曾率领过高尚和强大的圆桌骑士团 统一了不列丁群岛 那么面对不断向西进放的安格鲁萨克逊人 公元500年前后 传说中的亚瑟王领导不列丁人 在多塞特郡重创安格鲁萨克逊人 由此使得这些蛮族的情境 因此停顿了50年 而在亚瑟王离开人世以后 无论是军事首领对英雄名号的追求 还是部落民基于生活的需要 公元550年 安格鲁萨克逊人征服不列丁的行动又再度开启了 且在此过程中 安格鲁萨克逊人内部建立的数个王国 也建立了多次的整合和村变 进而形成了7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这7个国家 分别是北部的诺森布里亚 中部的麦西亚 东部银海地带的东安格利亚 肯特 埃塞克斯 南部的威塞克斯和苏塞克斯 这7个重要国家的出现 标志着不列丁的历史 进入到了被称为七国时代的历史时期 当然了 在七国时代 传统的不列丁人并没有被消灭殆尽 在英格兰西北部 仍居住着相当数量的土著不列丁人 这些不列丁人居住的地区 被称为斯特拉斯克莱德 亦为古北境 而除了这些保持着独立与自由身份的不列丁人以外 还有一些逃过了屠杀 饥荒和疫病而存活下来的人 则融入到了安格鲁萨克逊人的社会当中 这些人大多成为了安格鲁萨克逊人的努力 虽然安格鲁萨克逊人接连不断的入侵 让不列丁社会元气大善 但从好的方面来看 尤其是在文化上 安格鲁萨克逊国家相继皈依了基督教 这种在文化上的统一 显然都为之后 不列丁在政治上的统一做好了铺垫 公元598年 在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的推动下 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 皈依基督教 并建立了著名的坎特伯雷大交谈 在其之后 埃塞克斯 东安格利亚 诺森布里亚 也相继皈依了基督教 公元672年 坎特伯雷大主教 小亚西亚人提奥多 在赫特福德召开宗教会议 颁布了在英格兰 进行主教制管理的教规 接着提奥多去世的公元690年 英格兰已完成了教会组织上的统一工作 并建立了宗教会议制度和十几个主教区 而至于安格鲁萨克逊的统治者们 为什么会纷纷皈依基督教 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 原始宗教 无法回答生老病死和宇宙等问题 也没有与农业社会 伦理道德相关的制度体系 而基督教 不仅给到了当时的普通人 有关生命 有关世界等问题的诸多答案 它的诸多教义 更是为实行完全政治的统治者们 提供了一套非常合适的管理体系 和秩序观念 而当整个社会 都能在这种信仰里 找到所需或是可以利用的东西 那么它的传播和发展 自然也就成为了一种趋势 在基督教文明的临结之下 以大教堂为中心的聚集地 也成为了一些中世纪 英格兰城镇的起源地 同时基督教文明的熏陶 也让不列丁在语言 艺术 法律 教育等方面 得到了快速发展 那么也是在宗教出现统一的 共产七世纪 英格兰的政治格局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七个王国在不断角逐的过程中 逐渐出现了三个实力 更为突出的王国 它们分别是诺森布里亚 麦西亚和威塞克斯 这三个国家当中 诺森布里亚王国 在国王埃德温 奥斯瓦尔德和奥斯威在位时期 曾一度在英格兰 建立了诺森布里亚的霸权 一度有统一英格兰的趋势出现 但是 由于诺森布里亚王国 糟糕的地理位置 在当时 它不仅要遭受到北部皮克特人 苏格兰人的侵扰 更要时刻面对着 实力同样不容小觑的 南部麦西亚人的威胁 公元八社纪 随着诺森布里亚的示威 统一英格兰的可能性 被转移到了麦西亚王国手中 奥发是麦西亚王国历史上 最有成就的国王 奥发统治下的麦西亚 一度把势力范围 伸展到了亨拜河以南的整个英格兰 奥发在位时期 改革避制 铸造了制作金 橙色族 流通管的饮病室 这种饮病室 在奥发死后 仍在海外流通长达500多年 奥发鼓励英格兰人 游州大陆通山 他的生命可能也是因此远播 当时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大帝 和罗马教皇安德里安一世 都很敬重奥发 将他誉为昂格鲁之王 然而 即使是强如奥发 甚至一时的麦西亚王国 却仍旧没能完成统一英格兰的大业 当时间进入九世纪 突然兴起的两股力量 又再次改变了英格兰的格局 这两股力量 一是威塞克斯的兴起 二是不速之客 维京人的突然来袭 对于维京人 我们应该比较熟悉了 这些来自现今挪威和丹麦 骁勇胜胜的族群 为了寻求贡品和战利品 在公元八世纪到十一世纪 开启了对大部分欧洲银海地区的截律行为 而在不列丁 维京人更是直接和深刻的影响了这里的历史 公元786年 维京人首次进攻威塞克斯 此后的百年十英里 维京人频繁袭击不列丁 也是在此过程中 原先基于着英格兰经营财宝的维京海盗们 渐渐把目光转向了英格兰肥沃的土地 并开始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维京人带来了自己的语言 法律和习俗 与不列丁当地的居民融合在了一起 这使得英国人在凯尔特人 安格鲁萨克逊人的基础之上 又加入了维京血统 在英国历史上 维京人较为集中的居住区 也被称为丹麦区 公元866年 一只强大的维京人在东安格利亚登陆 随后 他们仅用了五年时间 就征服了一度在英格兰称雄称霸的麦西亚和诺森布里亚 并开始威胁威塞克斯王国 位处英格兰南部 拥有较为安全地理位置的威塞克斯 经过长久的发展 此时也是英格兰地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苏塞克斯 肯特 埃塞克斯等地的王 纷纷向其扶手称臣 如果不是维京人的出现 威塞克斯或许早已统一英格兰 公元871年 维京人自东向西大举进攻威塞克斯 而威塞克斯 则在英国历史上 著名的埃尔弗雷德大帝的带领下 奋起反抗 这一年 是埃尔弗雷德大帝继位的首年 仅仅这一年 他就与维京人交战了19次之多 公元885年 势均立地的双方亲属协议 以太晤士河口 将伦敦贝德福特到切斯特为分界线 将英格兰一分为二 分界线以北有维京人统治 以南则归由埃尔弗雷德大帝所统治 当然了 强大且蛮横的维京人 素有撕毁协议的心理 所以为了日后更好地应对维京人 埃尔弗雷德大帝为威塞克斯 构建了新的防御体系 他亲自设计船舰 组建了海军 并制定了英国历史上最早的民兵制度 民兵制度下 一半士兵在家务农 一半驻外打战 埃尔弗雷德大帝 还在威塞克斯境内 修建了多座城堡 这些城堡 既是设防中心 也是居民的避难所 其中一些较大的城堡 随着山人和工匠的到来 逐渐也发展成为了中世纪 英格兰的城镇之一 而埃尔弗雷德大帝 不仅在军事上战功卓越 在文化上 他也为英格兰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在位期间 组织编撞了 安格鲁萨克逊兵年史 加强了成名的英格兰民族意识 这显然为日后英格兰的统一 奠定了心理和文化上的基础 此外 他还颁布了英国的第一部法典 埃尔弗雷德法典 规范了英格兰人的道德和生活准则 他先办宫廷学校 把众多神学 哲学和史学著作 由拉丁文翻译成为了古英文 极大的提升了英格兰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 但纵使埃尔弗雷德大帝 为英国的历史发展 贡献如此卓越 他的一生 终究还是留下了些许遗憾 因为他没能亲眼见证 为塞克斯统一英格兰 公元899年 受病痛折磨的埃尔弗雷德大帝 离开了人世 临终前 他把威塞克斯的王位 传给了他的儿子 斩者艾德华 斩者艾德华在位时期 引用弗雷德大帝的军事策略 稳固地把威塞克斯的兵界 不断向丹麦区推进 当斩者艾德华离世时 威塞克斯的兵界 已经退役到了亨拜河 公元925年 爱德华之子 埃塞尔斯坦 接任现代威塞克斯国王 两年后 埃塞尔斯坦 征服了被维京人所掌控的 诺森布里亚王国 彻底统一六国 英格兰 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 七国时代宣告结束 同年 埃塞尔斯坦 建立英格兰王国 自称英格兰国王 由此拉开了英格兰王国 百年历史的第一个品战 一个新时代 就此开启